这把兑现一个编程白棋 兄弟们 我教你们一个可以百分百拿到和谐的办法呀 众所周知 夏侯敦的一级那二段和八戒的是一样的 都是击飞带伤害 所以说我们等和谐还有2000血的时候 一级那二段连人带和谐一起拍拿下 不管对面是谁 你把他击飞了 他无论如何都抢不到的 对面经常来了 兄弟们 你看我怎么一打二 好 来了三个 那一打三是不太可能了 那我们可以先把线清掉吗 很多人都不知道夏侯敦的极限在哪里 我告诉你们 夏侯敦可以在三个人的进攻下 矜持十秒 弯圈撑到队伍赶来 你看这不撑到赵云来了吗 把一血送给赵云 开局来四个给我干冒烟了都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中府不上来支援我 死了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家没有辅助啊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辅助吧 毕竟我出的是黄刀 干这样上来吃火线 我打成辅助了 兄弟们 你们别看这个干脚是巅峰召唤师一啊 他帮我抢的英雄 他其实真实身份是巅峰召唤师四 说起来也是挺离谱的 两个队友因为中单起了争执 我成冤种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这个阵容还是没有问题的啊 起码 起码首家可以说是嘎嘎猛 而且这波萌芽从下路赶到上路来 直接配合队友 拿下三杀 这不就好起来了吗 兄弟们 我始终相信 只要我们友好配合 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看这波 静师傅在上路草 我们已经埋发好了 先杀白鸡 大招冲过去 一技能二段 预判往回放 看到没有 被金师傅退回去了 不过无上大牙 兄弟们 白起表面上四血跑了 但是被赶来的 已经瘦掉了 再配合队友 拿下这个赵云 越是这种稀奇古怪的对局 我们就要多拆塔 下火蹲看二技能 拆塔还是很快的 白起来了 别着急 先拆塔 73滴血 随着时间的流逝 队友的矛盾也在逐渐加剧 这波看来我要站出来了 一技能 直接派飞三个 这波成伤全部打满 兄弟们冲 就我这开团 不可能一换一 最少一换二 啊 你镜师傅死了 好 现在我们镜头给到的是 干将在上路啊 大战白起 四大接红之后 怎么还急眼了呢 直接闪现过去 哎 我怎么这时候复活了 不合时宜啊 虽然精彩中断了 但是我不允许 亲爱的兄弟们 看不到完整版 其实经济第一真的很影响判断 这哥以前下活动打敌人 那真的是有手就行 但是现在 没打过 还没跑掉 很多朋友都觉得我心态好 其实我心态好的主要一大原因呢 都是我可以自己苦中作乐的 但是 希望队友不要太过分啊 就像刚将已经不满足于吃线了 敬师傅的篮太遥控 而且不是一次 也不是两次 连着三次 敬师傅的篮被控了五分钟啊 好家伙 我针对完了对抗路 已经开始针对野区了嘛 接着我们 这几个庶民就和干将同醉了 尽管我征战对抗路这么多年 但眼前这种情况 依旧找不到什么破解之法呀 主要是我这个经济太低了啊 兄弟们 打不过也扛不住 不过即使是这样 我还是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下活蹲出仓穹的 大家看一下 出了仓穹 我的大招没有定住 但是仓穹的减速 也能让我们A出这一下 再触发兵横的减速 然后再触发一技能的减速 完美的解决了 人就把人放跑了的问题 当然这波他也是跑了 不过我 我没有别的素材了 反正就这么回事吧 不过好歹是拖到后期装备成型了啊 我这边苍群离开 可以发现呀 根本就不掉血 一副当官 万副没开 你个死干将技能放准点 你奶奶的 不过没关系啊 对面全残 冲冲冲冲冲 这不翻盘了吗兄弟们 接受法律制裁 不要慌 后期我们一定要保证萌芽的 我觉得萌芽可以靠后一点 这不百分百倍打到吗 一技能刮白起 二段控一下 能不能挡住 挡 挡个灯 挡 收甲 你能不收甲 我服了 收甲 甲 我必须把这个赶架去报了 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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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扶 谢谢大家